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所以现在在两岸的部分上赖清德他又再度的喊话了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场选战中还是不惯的可以看到抗中保台牌出现 好 赖清德又喊话说台湾农产品是不断的被中国大陆给打压 所以他说在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的农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比例是逐渐在下降 相反的对美国出口逐步提升 未来不可以再依赖单一市场了 可是这真的是民族想要的吗 因为这个损失的钱恐怕不是赖清德滩商喊话就可以知道的 好 我们看到侯友宜他就是到这个六合夜市 就说很多的滩商跟他抱怨说现在疫情没了 可是陆客没有来他们的生意已经少了一半了 那他也说这个票头侯友宜就可以让大家远离战场 就是他跟其他两位候选人不一样的地方 好 不管如何 不管说这个当然单一产品不用太过依赖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可是呢其实我们跟两岸之间这个互动呢 是不可能完全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讲说 对抗解放军重点是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不想要有其他的交流 那如果要对抗呢 好 韩国瑜就说有飞弹的地方是被打最惨的 那陈时中则是说台湾不求战 但是要保护自己 那为什么韩国瑜会讲这段话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左营的时候 他就说鱼叉这个飞弹营区如果设在这边 那恐怕呢会变成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因此呢是要坚决的来反对的 可是呢同样呢就是李博弈却说 左营是台湾海军的重镇 所以呢鱼叉飞弹营区就应该要进驻 到底谁讲的对呢 韩国瑜说你看看俄乌战争尾巴冲突 只要是有弹药库啊 或者是雷达啊 这些比较重装军事的地方呢 一定会被打得最惨 所以左南区的立委啊 你应该要想的 不是说我要建设多好的营区 多厉害的营区 反而是应该要提倡两岸和平 不要战争 好我们看到呢 这个我们呢也喊说 我们有一个擎天飞弹 号称非常厉害 它的射程呢可以直达到北京 而且已经剥交给空军特种飞弹部队 来进行部署了 还说这是国军首都具备 远距离打击的战略性飞弹 但是真的如此吗 其实我们看看呢 我们过去啊 军情局啊被报导说 实在是有点落差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试射飞弹啊 直到媒体曝光了 才发现耶 这是呢说从山东舰出巡的飞弹试射 一直到最重要的中共对台工作会议 以及呢北戴合会议等等呢 军情局都没有办法掌握 反而是宣称呢 他们争获了长征飞舰 飞越台湾的上空保持这个高度警戒 但其实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好我们看到呢 中国大陆现在当然也不断的加强他们的武器 甚至开始要外销了 最新的是呢这个尖叫酒 那当然呢他也说 他已经是第一款 中国大陆自主完成死亡螺旋测试的一个型号 你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他们在试测试的画面 那这项目就是说 如果发生失速的情况之下呢 能不能够及时的晚 只有要来测试这一架这个尖叫酒 它的稳定性 当然是在影片当中呢 是说可以完成这样的测试的 那另外呢 是说我在这个尖叫酒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先进复合材料 因为它身上除了是使用这个金属的部件之外呢 在机头跟尾翼的地方呢 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质 那同样呢也释出了这样子的影片 号称是说里头很厉害 还可以确保飞机雷达和通讯设备 有效的接受到电磁的讯号 重点是它的重量非常的轻 那当然呢 这个呢 秀肌肉也说在2018开始 其实尖叫酒就已经成功外销到东南亚去了 还有呢 是这个列十五阿联空军 也取得这两架全新涂装的 这也是呢 2023年2月 中国大陆和阿联 他们签约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笔交易呢 是在阿布达比防展上签署的 那也确认说呢 未来他们将致力于培训这样子的能力 另外是呢 还有这个尖十的战机 它比起F-16呢 更多了一个叫做推力向量 它可以瞬间呢 改变方向 这个在当时杜拜的这个展示当中呢 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了 那现在呢 说是包含沙国啊 埃及啊 在美国和中东的地缘政治气氛不佳情况之下 开始中国大陆也要推销这样的战机了 希望呢 当然他们也希望可以增强自己的能力 好 所以现在当然在美国方面也相当的紧张 因为解放军就传出要插旗阿曼 来设海外的军事地点 所以也导致拜登赶快呢 就热线来要跟这个阿曼的领导人来通话 不过白宫的声明呢 没有提到说两个人是有在电话当中 谈到中国大陆的 好我们先请教兵哥 怎么看说呢 这个赖清德再度打出所谓的抗中保台牌 呼吁说我们不要过度依赖 可是相反的市井小民的声音感觉 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不依赖单一市场本来就是正确的做法 本来我们就应该要分散市场风险 你什么东西依赖单一市场到最后 万一这个市场出现变化 你当然都会出现问题 可是问题来了 真的是台湾农产品被大陆打压吗 实际上我们的农产品 能够消去中国大陆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大陆直接对你让利 你才能够过去 不然的话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的话 我们很多农产品是不能过去的 过去人家给你方便 你当随便 现在人家开始就一切按照规矩来 你就没有办法经期考验 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检讨的地方 然后赖清德不去思考 怎么样协助农民渔民 改善自己的产品 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结果在那边鬼扯 说什么 我们去中国大陆的虽然削减了 但是我们对美国的输出是提高的 提高两个头 根本就鬼扯 你自己去看数据 我们现在外销美国的产品 数量还不及疫情钱 为什么美国看起来占比变高 是因为输出去中国大陆变少了 所以他占的比例当然变高了 可是实力上量还是比以前少 所以这 睁眼说瞎话就是赖清德这种人 这个人根本是诈骗集团手脑 每天就在胡说八道 就在到处骗人 然后他说他最能够降低两岸风险 他选上最和平 求一下证据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就是嘴巴说说而已 不就是这样吗 说真的 台湾的未来是不是有危险 没有人知道 你就算换侯友宜或是科文哲上去 也不见得绝对安全 但是至少风险相对低 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至少 没有很明显的要去搞台都 你赖清德就是明显要搞台都 所以怎么可能降低两岸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台湾人来说 重要的就是尽量降低两岸之间 插枪走火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大家都亲眼看到了 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果 看到了尾巴战争的结果 有人希望让台湾陷入这样的局面 当然不希望 所以台湾要不要整军金武要 可是也尽量不要去刺激中国大陆 不要提高两岸之间的危险性 那你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请问一下 敌人要打你 当然是先打你的军事基地要害 你这些飞弹基地 所以你在左南这边设基地 我不是说不能设 而是你设了基地 你就要诚实告诉大家 将来一定会有风险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人家不打你这也要打哪里 你要剑可以 但是你要诚实的告诉民众 剑了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然后让民众自己决定 到底同不同意接受 这种东西不要用欺骗的方式 那同样的 我们能够发展出极因素飞弹 当然是好事 可是我说真的 我们这个晴天极因素飞弹 其实只是刚到达 就是极因素飞弹的门槛而已 其实它就六倍因素 就是刚好到极因素定义的门槛 那人家其实大陆那边 有十倍因素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发展中 但是一个努力发展中 就不要把自己碰封成那么厉害 讲得很大声 然后我说真的 我们现在的军情掌握 真的是很有问题 好像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老公一清二楚 然后老公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其实就算知道了 也不说 就装死 飞弹飞过你头上 你当作没飞过 什么东西也当作不知道 这种鸵鸟心态 我觉得真的非常糟糕 我们整个军情系统 有必要做彻底的检讨 那中国大陆这几年 它的军武发展 我想世界有目共睹 那现在趁着中东 美国势力消退的情况下 那它的相对来说 CP值很高 价廉物美的这些武器 当然会想办法卖到中东去 这是很正常 而且这个进行 是已经进行了十九二十年 不是现在才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整个世界在发展的状况 大家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就假装没看到 好像这一切都不跟我们没关系 我就觉得最好笑的就是 最近大家常常在唱衰说 中国大陆经济很差 中国大陆经济不行 结果人家经济成长率是5% 被你说很差 我们已经下修到1%多了 然后你在笑别人很差 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心态 至于说这边的这个报道 其实前几天就有出来 说老共可能会在阿曼那边设军事基地 我跟大家讲这是至少短期内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说真的 现在中东的态势这么诡诀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想要在这个时机 去让美国紧张成这个样 而且阿曼大概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把整个局势紧张程度升高 所以我认为就算两国之间 已经开始某些程度的合作 但是你说要设军事基地 应该还要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来 介大使怎么看说在这个大陆的军武 他们在陆续的外销到海外 这是不是其实也变成是说 这各国可以跟他们合作 对 因为这个大陆的这个军事 整个军武的发展是过去大概半个世纪 就一直强调自力更生 自己发展 所以它是独立的军事武器系统 所以当然它发展出来后 它当然要扩展它的这个海外市场 所以在过去 这个不是现在 大概差不多20年前 中国大陆就已经在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像这个珠海航空展 还有很多重要的这些军武的展场 你都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设的弹度非常的大 过去大陆是北方公司 它统一叫北方公司 现在的话它就各个不同的系统 都在活跃在各个军武的这种 博览会里面 所以除此之外它也有跟海外合作生产 这种特别外销版的这些军事武器 整体来说中国大陆的军事武器 最近像比如说 尤其在这个比较尖端的 比如说镭射的武器 上一次去年的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他们买了 买了很多套 回去以后用了以后说效果不错 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这些052 甚至054的这些军舰 那么过去在上一次在阿拉伯的 这个所谓的海军方面的这种 这种武器的战争的时候 它也开过去了 所以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在国际上 是一个军武市场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供应者 跟这个怎么讲 跟一个竞争者 不过军事武器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买一架成品以后 基本上它那个整个维修跟训练 都是一体的 是一个很长远 所以你要别的国家 就现有的军武系统 要换另外一个系统 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如果说你不能够在性能上 或者说价钱上 还后勤补给上 甚至现在很多国家希望的 所谓的这种技术移转上 你如果不能够满足的话 那是很难在这个市场立足的 不过中国大陆现在好像看起来 好像是世界第三大的军武的出售 当然第一还是美国 第二俄罗斯第三大应该就是中国大陆 可是英国还有这些欧洲 法国还是有很多老牌的这些军火 军火工业 还是在世界上很有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这方面是很有潜力 可是真正要变成一个 很主导性的一个军事武器的供应国家 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想谈一下韩国瑜他提的 就是说有关鱼叉飞弹部署的问题 他讲的非常的对 你这些飞弹基地在哪里 就是第一轮被打击的这个 这个目标 目标 这个叫军事关键军事基础设施 对不对 你一个机场 飞弹发射场 雷达站 军港 这都是第一波打击的 军港在你已经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雷达站有时候都在高山 在人比较少的地方 然后飞机场的话 市场的话 它附近的居民还比较稀少 可是你有时候这种飞弹发射场的话 你放在人烟太稠密的地方 真的第一波被打击的时候 住在旁边的老百姓真的是会波及 像左营你如果放一个鱼叉飞弹的基地的话 那左营我们都知道人口极为密集 那坐在那里 我觉得不是说等战争发生以后如何如何 我觉得你只要把军事机放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房价就会遭殃了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你如果部署下去 很可能很多人还没开战 已经付出很大代价了 来 镜长怎么看说 这个号称擎天极音速的巡异飞弹 真的可以射程到北京吗 的确按照他公布的这个射程是可以 但是这个射程有没有灌水 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小建长以前就住在左营 那我们家的顶楼 那个只要打开窗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左营军港 那所以我们这样讲 如果我们这样看左营军港 他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对于他要部署这个鱼叉 可能会有很多的反弹 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 跟大家报告 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熊二的机动一中队 早就已经部署在左营 意思是什么 左营本来他这个军港 就是重中之重 然后他那个机动飞弹车 这个熊二早就已经进驻了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事实上在部署于差 也差不多就是如此 那现在这么多人讲 可是小建长心里有个疑问 什么样的疑问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打通了这个台17号之后 也就是以后的车辆 可以直接的进入现在的 那个我们的军港的 往军港的那条大路 也就是军区的大路 那这样子我们的因应的时间 反应的时间是不是变得更少 这个其实是更需要注意的 那其实我们讲这么多的飞弹 讲说可以飞到哪 可以飞到600公里 可以飞到对岸浙江或者是福建 1000公里可以打到青岛的军港 然后1200公里可以打到北京 那刚刚那个作恒讲的就是这个 其实擎天飞弹 它是比熊山飞弹还要旧的构型 我们看这个照片就知道 它的照片它解析度非常差 这是很久以前的构型 只是它把它拉到 那个当时研发并不太顺利 现在提前 不是现在改良之后 然后它可以部署了 但是我们要这样讲 我们当解放军 它都没有反制的装备吗 它当然是有的 我们看这是2021年 小县长自己对于他们的一个 从七八九三个月的演习 做的一个统计 我们来注意看这个扁淡港的位置 那扁淡港的位置有什么重要呢 其实因为它的央视军事 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演习的过程 也就是说 它从这种进城的到中城的到长城的 它都在这里进行演习了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们部署了这么多飞弹 如果我们的量不够的话 事实上我们从台湾这样的飞 就是想要飞到北京就是一路被拦截 你真的觉得拦截不到吗 那就是刚刚讲到军事情报局 他们对于这个情报的掌握 那之前有人说这个切西瓜 就是前几天他们发射的这一个 那个中心6A61的这一个 那个长征山椅的这一个运载火箭 直接从台湾切过去 但是这不是这一次的一个图 这个是在2022年7月13号 所以它最近发射这次不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就更妙 下面这张图到底是什么 它是从太原飞到库尔勒这个地方 每一次飞到库尔勒这个地方 事实上库尔勒这边有一个阵地 就是专门对于这个弹道飞弹进行 一个拦截的一个测试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这个飞弹的那个路径的话 它的它应该是在测试 东风26甚或是东风27的飞弹 这个飞弹都是已经超过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晴天飞弹的这个五倍六倍音速 它大概超过十倍音速以上 我们能拦截吗 这才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对 这个可能问题还是要摆对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回来